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9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昨天在视频里说,俄军增援男性的兵力达到66个迎击战术群之多 估计人数是10到15万人,连50多岁的老头也要去参战了 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俄军是怎么拼凑兵员的 首先是把囚犯召集起来上战场 这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瓦格纳集团已经招募了1000多名俄罗斯囚犯在乌克兰作战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招募人员已经走访了俄罗斯10个地区的至少17所监狱 招募囚犯并将他们部署到前线 据说这帮人最青睐的囚犯类型是打家劫舍的那种 对于干恶心乌龊事和家庭暴力的就不太看重了 觉得这帮人大概上了战场也会没胆量 所以这样的人到哪儿都不受人待见 另外呢,就是俄联邦内部每个共和国都要组织至少一个志愿营 志愿者年龄上限16岁,没有军事经验没关系 每个人发20万卢布的签约费,大概也就是2万人民币 每个月还有20万卢布的薪水 这可是比他们当地平均收入仅30万卢布要高得多 政策一发布,各地都有好几百人报名 按85个联邦共和国,每个营500人计算就有4万多小老头 考虑到之前俄联邦对死在乌克兰的大头兵 每个人发1200万卢布抚恤金 还给拉打小汽车的购物券 现在俄罗斯人从军真的成了一满好生意 而坏消息是呢,这1200万不一定能给权 各地财政都不好,会有自己的小折扣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负责任大国都一样,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囚犯和老头上战场真的能打仗吗? 五十来岁的老头在野地里风餐露宿 还要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155毫米榴弹炮 无人机的小炮弹,以及呼啸而知的海马斯火箭弹 这身子骨是真的能吃得消吗? 那个人当然也知道这种情况 他不傻,但是前线实在太缺冰 只能出此下策 至于那些人能不能好好打仗 那就得看老天爷的安排了 好,咱们再来看一组小消息 俄罗斯22坦克储备中心图像表明 摆放在基地中央停车场的大部分坦克和步兵战车 可能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已经被翻番拉走 还有消息说,老旧的T-62坦克妥善率 反而比稍微新一些的T-72坦克要好 因为T-72坦克配件在黑石上比较抢手 价格也贵 所以基地早就把T-72偷偷卖空了 留下来的也全是铁架子 瑞典国防部宣布 从8月12日起派遣120名教员到英国 对乌克兰部队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 此前报道预计总共有大约1万名乌克兰人 将参加在英国的培训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对此表示欢迎 生产TBL无人机的土耳其贝卡尔公司 在乌克兰组建了一家公司 并获得了一块土地 用于建造工厂 将来批量生产TBL无人机 估计那个人又该不开心了 咱们在前面的视频里报道过 在8月5日访问俄罗斯之前 埃尔多安更是在公开的讲话中宣称 普京告诉他说想与贝卡尔合作 贝卡尔公司的老板呢 是埃尔多安的女婿 战争开始后一直不间断向乌克兰提供TBL 这家公司公开宣称 过去没有 未来也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产品 他们支持乌克兰维护其主权 支持乌克兰为获得独立而进行的抵抗 乌克兰正遭受非常严重的侵略 和不成比例的攻击 很明显 土耳其在乌克兰建立无人机生产工厂事宜 早在埃尔多安出访俄罗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 刚刚从俄罗斯离开 现在直接宣布此事 相当于埃尔多安就给了普京一个大嘴巴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要跟我合作生产吗 不好意思 我已经在乌克兰建厂生产了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极其的暧昧 也正言如此 土耳其利用其身份达成了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 但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尤其是TBL无人机这一点上 土耳其的积极程度可是远超德国 话又说回来 因为土耳其与俄罗斯进行合作 西方考虑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 西方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日益加深的关系 感到越来越担忧 埃尔多安和普京于8月5日 在索契进行的会议上 同意加强经济联系 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报道称 俄罗斯希望土耳其帮助其绕过西方 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副防长 柯林卡尔表示 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 俄罗斯人可能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 失去了7万或8万人 现在是战死和战伤的组合 这个数字可能会低一点高一点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近似值 他强调说 俄罗斯没有实现任何普京的目标 以卡尔的身份而言 他所说的俄军的伤亡数字的可信度相当的高 此前中清局给出的俄军死亡数字是15000人 按照战争中死亡与受伤人数的比例再加在一起 五角大楼和中清局给出的俄军死亡数字差别并不大 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南部袭击了俄罗斯车队 南方行动司令部报告说 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前线杀死了至少23名俄罗斯士兵 并摧毁了一个防空导弹炮群 一辆T7R坦克 一门自行榴弹炮和五辆车 包括装甲车 据报道 空军还袭击了位于尼古拉伊夫州被占领的 斯尼湖里夫卡市附近的俄罗斯人员和设备占地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伯多利亚克 告诉费加罗报 俄罗斯目前无法占领更多的乌克兰领土 因此对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他说有必要了解与俄罗斯的谈判进程 只有在几次重要的俄罗斯战术失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芬兰总理表示 尽管乌克兰发生了残酷的战争 但俄罗斯人可以前往欧盟是不公平的 芬兰总理桑纳玛林表示 他认为在该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应该限制向俄罗斯人发放旅游签证 他说当俄罗斯在欧洲发动侵略性残酷的侵略战争时 俄罗斯人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在欧洲各地旅行这是不对的 拉脱维亚警方将不再守卫俄罗斯联邦 在陶格夫皮尔斯和利耶派的总领事馆 这些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在拉脱维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鉴于俄军武器化了核电站 欧盟必须禁止给俄国人发放签证以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单方面停止美国根据新小减战略武器条约 对其核武器进行检查 新战略武器小减条约于2010年签署 预计将持续到2026年 该条约规定每年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库进行18次现场检查 乌克兰核电垄断企业总裁表示 俄罗斯控制的位于扎波罗热的核电站 通过一条输电线与乌克兰电网相连 他补充说 如果线路被俄罗斯抛击损坏 该工厂将进入停电模式 这将危及核燃料的安全 俄罗斯一直不断地从核电厂抛击乌克兰战地 并指责乌克兰抛击了核电站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要求国际检察员霍准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相互指责对方 近日炮轰了核电站 古特雷斯在日本的记者会上说 对核电站的任何攻击都是在做自我了结 乌克兰前总理寂寞深刻 在经济学人撰文 克里姆林公没能把乌克兰从地球上抹掉 欧洲和其他世界当然绝不允许这种努力成功 这场战争对欧洲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首先俄罗斯的入侵重振了北约 给了欧洲一个统一的理由 另一方面 俄罗斯的行动赋予了这种团结 以珊珊的道德使命感案 欧盟已经摆脱了20年来怀疑和政治萎靡 正在通过为乌克兰的自由团结起来 并通过使乌克兰成为成员国的候选国来反抗普京 乌克兰正在为欧洲而战 这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以解决那些所谓维护和平的摇摇欲坠的安全结构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